剛剛已經講到第四 在第五的部分是設定第一列的寬度 所以第一列寬,列高要35 所以第一列 請各位注意一下 以後那個題目,請自行閱讀一下 有些同學題目都沒看 直接看我做而已 其實上面都有答案 列高為35 所以也許你可以畫一下重點 甚至你可以把它印出來,沒關係 設定A1到M1範圍的自行色彩 白色的,是白色 填滿什麼顏色呢?藍色 所以我們再來概念 1,列高35 2,底色是白色 3,字的顏色是白色,底色是藍色 我們來看一下 1,請你把這個題目先打開來 2的話選舉第一列 第一列這個地方,按右鍵 一樣選舉之後按右鍵 列高這個地方原來是49.5 把它改成35 35,Enter 好,第一步就完成 第二步的話,把A1選取到M1 然後做什麼呢?上面有字的顏色 把它改成白色這個 有沒有,白色背景意義嘛 名稱一模一樣 好,那 因為呢,你的字的顏色變白了 所以現在字都不見了 那怎麼辦?沒關係 把底色,底色就油漆桶 改成藍色,那藍色是哪一個呢? 藍色基本上就這一個吧 你游標放上去,它會秀出藍色兩個字 那表示OK的 點一下 就完成了這個第五題的設定 其實相當簡單 最後的話呢 我們再把什麼呢? 再把這個第六題完成好了 這一題的話,第六題要什麼? 把A1到M65,其實就全部 然後內框線最細 外框線次出 OK,所以其實很簡單 第一步的話呢 你就把游標放A1 然後Ctrl Shift向右向下 向下的話,剛好就到最下,剛65 所以Ctrl Shift向右向下 全部選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找到那個框線 框線的旁邊箭頭選取其他框線 那我們先設定內框線好了 再設定外框 內框線是哪一條? 是這一條 所以你選 其實不用選 預測就這一個 按一下內線 第二個的話呢 再選內線 不過內線之前請你選樣式 線條樣式什麼呢? 次出框線 所以選這一個 然後按一下外線 好,有沒有 看到底下 有沒有 內線是 這個細線 外線是次出框線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就大公告 請你把這一題 把它存檔 出成的檔案名稱 就是 110A OK 當然 程式部分 這一題我沒有特別 不過其實你們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你把它 最好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按鈕 不過按鈕的話 如果你要做的話 錄製聚集可以吧 把聚集錄下來 然後讓它 重新再跑一次吧 OK 外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如果我說呢 你假設可以的話 盡量想一想看 如果剛剛做的這一動作 我希望呢 全部把它變成一鍵完成的話 那當然是最好的 好 對 我們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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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的 好 好